中國明年一月八號要放寬 入出境的限制 結果各國繃緊神經 義大利過去幾天入境的中國 班機有超過半數是篩檢陽性 就率先宣布要全面採檢 來自中國的航班 義大利總理梅諾尼 更是敦促歐盟要跟進 英國也考慮要對陸客進行篩檢 但是中國外交部就呼籲 防疫措施應該要一視同仁 若見義大利米蘭馬爾 彭薩機場的旅客排隊 等待篩檢 面對中國鬆綁防疫與出入境 限制義大利開出第一槍 緊急宣布全面採檢 來自中國的航班 成為歐洲第一國 由於義大利 曾是新冠疫情重災區 加上過去幾天入境的中國班機 幾乎斑斑都有確診者 有些甚至超過半數篩檢呈現陽性 迫使一國政府啟動嚴格的入境措施 義大利總理梅諾尼 更敦促歐盟跟進採取相同措施 英國政府原本表示沒有計劃對中國入境旅客恢復篩檢 但二十九號松口正在對此進行審查 中方始終認為 各國防疫措施應當科學適度 對各國公民一視同仁 不僅影響正常的人員交往和交流合作 除了義大利之外 包括臺灣 還有美國 日本 南韓 菲律賓 馬來西亞和印度等國都對中國入境旅客 實施不同等級的防疫限制 就是擔心這波疫情再度燒進國內 公司新聞政委人編譯